我們今天看一下它的材質 它的材質就是那種薄的牛仔材質 然後它瘦長的話它是可以放上來的 它瘦長是全長 然後它就是薄薄的那一種 牛仔耶 它是仿牛仔薄薄的那一種 然後它的長度它是洋裝 但也可以搭內打褲 它就短洋啦 到膝蓋左右 它是補乳設計的 那它有補乳內襯嗎 有它有 它裡面本身有一件白色的補乳內襯 然後它的牛仔是仿牛仔那種 薄薄的那種 像牛仔襯衫的那種 然後它還有口袋 只有一個顏色 然後有口袋 有口袋可以哺乳 沒有刷毛 是屬於仿牛仔的 而且它整件領子這邊還是做比較平一點 因為有時候它可能會塌下來 我滿喜歡它領子這邊 牛仔會皺嗎 這應該會吧 因為我覺得它是仿襯衫的 所以它有點會皺 對這種沒有彈性 像襯衫補沒有彈性 側面這樣 胸寬110 度圍120 全長92 所以原則上一般身形是可以穿到深的 這個外面你可以幫我比一下那個毛衣嗎 深藍色的 這個應該可以套在外面 類似這樣 然後你就下半身失蹤 對啊 你就套這樣 然後你就不要穿內搭褲 這樣知道嗎 這樣也可以 這樣穿也很可愛 你就搭個小短鞋 不要搭內搭褲了 這樣就比較年輕一點 比較年輕的穿法 這叫C5578加1 沒有懷孕也可以穿 沒有懷孕就這樣穿 你可以加那個QQ馬背心 也一定很可愛 這樣知道了嗎